王國 Marg 蔡英北 陳列寶貴 是總質詢的時間 我們覺得不宜進行類似的儀式 往後如果每一位委員都來重複做這樣的動作的話 那我們總質詢就會比較不好 這個不是尊重 我們也請委員尊重您自己的質詢 這個我要不要面對我們的國務一向自有貶习的裁決 我們現在請質詢繼續進行好不好 謝謝謝謝 好謝謝謝謝 院長我想我們身為最高的民意代表 我們應該要以身作責 而且要用謙卑謙卑再謙卑的態度 我們要用感恩感恩再感恩的心情 來面對開國元老 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 我們應該用推崇尊敬感恩來以身作責教育下一代 所以院長您跟本席都做到了 這是我們做人應該有的基本原則 我曾經擔任過第六屆的立法委員 那睽違十年我有機會再進入到立法院 那這是我當年質詢的照片 當年質詢的照片有我們的謝長廷院長 還有蘇貞昌院長 還有當時的農委會主委 也就是現在的蘇嘉全院長 那睽違十年你看我改變了嗎 呃沒有 我想齁 當然啦歲月不老人 變老了變胖了 一段音樂 我想我今天是第一號齁 第一個齁 所以我們放輕鬆一點齁 我本來是要放一段音樂齁 那現在可能有一點問題齁 無情的太陽 什麼 古短的三母 現在甲海魯神龍出現了齁 那用甲海魯神龍齁 也為他寫了一段口白齁 他是這麼說的齁 我現在先模仿一下齁 有人叫我衝衝衝 練立鼻孫是中來胸 坐著騎著是真晦氣 美論國師的行作用 這是你上兩週的心情啦齁 是不是院長 有沒有講到你的心坎裡了 有沒有 真的坐著騎著很晦氣齁 但是呢唯一不變的 就是我胸前所帶的這朵花 院長 本期非常榮幸齁 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當中呢 我的名字三個字當中 跟您兩個字是一樣的 那其中呢 有一個善字 善字 在英文的單字當中 SUN 它的發音是一樣的 SUN 那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SUN是什麼意思 太陽 太陽 那台語怎麼說 立陶 立陶嘛齁 所以齁 我胸前帶了這朵花 叫做立陶灰 所以我在2005年的時候 我在雲林縣 就成立日投花姐妹協會 布袋系的國寶級的大師 黃海代老先生 他的第五公子黃逢時先生 也是我們第五屆的立法委員 他當時呢 就寫了一首詩鼓勵我 這首詩呢 是這麼唸的 向日葵 立陶灰 不怕火爬 不怕風吹 是衣 是衣 背負潤 勇敢 向前飛 這就是立陶灰的精神 永遠迎向陽光 我們在這裡 我希望 我們都能夠以善 這樣一個善念為出發點 來自我期許 這個日豆花等一下送給你 然後也是我們啦 自我期許 那也算是一個紀念 謝謝 謝謝 無理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